脸突然是变得煞白 尤其是在探了我的鼻息之后 他的手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义云的话说到这儿 愿意帮忙的收拾一下 待会儿就出发 有事情要办的 可以先自行离去 义云扫了众人一眼 见众人都点头答应 便是再次开口道 既然大家都答应下来了 那么便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吧 至于我家公子就先在这儿休息 我们出去以后 我会吩咐管家将茶庄大门关闭 这样也保证他们的安全 大家对我的安排有意见吗 有的话可以提出来 大家商量一下 他的话头头是道 句句再理 前后考虑的也是极其的周响 放在军队里啊 绝对是一个做军师的不二人选 等了许久 不见有人说话 义云笑了笑 看来大家对我的安排是没有意见 那么 等等 木华突然打断义云的话 严肃的表情让人生不及气了 我想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找到了可以解救长云的人 人家会愿意和我们来决婚骨吗 依我看 长云的病怕是不能用丹药来救治的 既是如此 那么等我们找到了可以救治它的人 人家不愿意过来帮忙怎么办 或许人家会好心地告诉我们救治的方法 但是我们会不会能不能用还是一个问题 就算我们凑巧地会用 但是你们能百分之百地把握治好它吗 而且 我们几人之中 谁也不能保证 我们再离开这段时间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或者是长云的病情有所改变 或者说是恶化 那么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不能对症入手 那所做的一切努力 岂不是都白费了 我们又到哪 再找一个恰好可以医治长云的病的所谓的 奇人意识 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考虑一下 他的话 在场的人听了之后都有些吃惊 或许他们对木华的看法是要改改了 头脑如此的精明 心思如此的缜密 那极高的修炼天赋 而且他的年龄还小 简直是收徒的最佳选择 可惜啊 人家已是明草有主了 众人是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有些懊恼自己不能慧眼时音 但随即把眼光啊 转向了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的人身上 相比这个 也差不到哪儿去吧 众人在心里 开始打起了小算板 莫名在为自己 收到的好徒儿高兴 木华呢 受到众人的赞扬自是兴奋无比 而莫奇则握紧了拳头 那床上躺着的可是他内定的徒弟 虽然现在还没什么师徒名分 但没人会怀疑他要收徒的决心 那被他自己捏得有些发白的指节 已经是很好地证明了这一切 见众人又开始开小差了 伊云呢 不得不出声将众人拉回现实 他将目光转向了木华 眼中的赞赏鼓励 没有做任何的掩饰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将我家公子一并带上 木华点点头 莫名看了看自己的宝贝徒弟说道 可是如果我们带上他 许多事情办起来就麻烦许多 尤其是与人发生矛盾 必须用战斗来解决事 那又该怎么办 我们之中谁来照顾他 我们谁又能保证照顾好他 木华听到师父的话 恶然地低下头 是啊 这些他都没有想到 他只是单纯地认为 把我留下来不好而已 哪有想到这么多呢 他被师父这么一说 瞪时是如双打的茄子般 蔫了下去 小孩子要敢于发现问题 并大胆地指出来 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要知道 人总是在不断地探索中进步的 莫奇怎能做事自己的弟弟 将木华的精神头给扼杀呢 于是便拍了拍木华的肩说道 华尔说的有道理 但是 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一下 如何将他带上而不影响我们的战斗 说完 瞪了莫鸣一眼 莫鸣呢 也是憨憨一笑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将头偏到了一旁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我这儿有可以装活人的法宝 将它装进去就行了 此时 一直不发言 不怎么积极的黑衣老者 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话 生生地是将人吓了一跳 这几天 那黑衣老者一直坐在那儿 静静地品鸣 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话 的确是让人有些吃惊 哦 等等 冒昧地问一下 阁下高姓大名啊 相处了这么久 还像陌生人一样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哦 是在下疏忽了 在下 醒路 明海天 大家随意称呼就行 那黑衣老者 哦不 是陆海天 很是千功地朝众人 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接着 又坐下来 继续品鸣 那么陆道友所说的法宝 是怎么一回事 可否给我们解说一下 陆海天不说话 直接向怀中一探 手再伸出来时 掌中 已是多了一个葫芦 很是不对劲啊 他手中所托的 也是一个羊指玉葫芦 这宝物刚一出现 墨氏兄弟和木华 瞪时就跳了起来 杀气腾腾地望着他 仿佛是随时会出手搏杀 要不是顾及场合的话 墨奇强压下心中的怒火说道 陆海天 这又怎么说 那咬牙切齿的表情 实在是有些害人 陆海天笑了笑 摆摆手 示意大家先坐下来 大家安静一下 我想大家可能是误会了 我手中的这只葫芦 名字叫做宝明 也是我当年 在一个山洞中 无意发现的 此次来这儿 也只是闲来无事 凑凑热闹 却从没想过 这茶庄能感应到 熟悉的波动 于是便是悄悄地 浅了过来 准备是一探究竟 进来后 顺着感应 而后便看到了 墨兄手中的葫芦 我发现二者 疏为相似 怀疑他们是一对 便是起了心思 想拿过来看看 接下来的事 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 木花心中鄙视 偷东西就偷东西 还说什么拿过来看看 真没见过 这么厚脸皮的小贼 而这边墨奇 则是若有所思地 看了看陆海天的葫芦 又看了看 躺在床上人手指上的 空间戒指 最后低头沉思的片刻 看了看陆海天的脚 终是点点头说道 嗯 好吧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们也暂且相信你 但是 你又如何保证 把人装进去之后 你就不会趁闻不注意 偷偷地跑路呢 说到这儿 墨奇的双眼 已是爆出了 璀璨的光滑 墨奇的话刚出 莫名他们 也是目露寒光 虎视着陆海天 仿佛他只要有任何的异动 便直接冲上去 乱刀砍死一样 陆海天 无奈苦笑 就算我有那个心 你们会给我机会吗 更何况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思 见众人还是一副 你在说谎 你是骗子的表情 陆海天 单人手指天 我依我的心魔启示 众人无语 墨奇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说道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好了 各自都收拾一下 我们出发吧 朝众人打了个招呼 墨奇率先地是走出了雅间 他们这些人 所有东西 基本都是放在了 这空间戒指里 用着方便呗 于是基本上 没怎么耽误时间 就出发了 只有易云 朝青城子打了个招呼 交代谢了事情 这里作者补充一下说 上次青城子的伤啊 虽然很重 但是吃了那颗 夺天地之造化的灵丹后 已经是渐渐地恢复了过来 再加上众人 时不时地提携一下 伤势早已是好了大半 除了不能过度的运功力之外 其他的一切正常 所以易云呢 也放心地把它留在家里看家 易茶庄的坚固程度啊 几乎是不用防守 所以青城子只用把大门一关 在里面喝喝茶 睡睡觉就行 其他的也就不用太过操心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这一直没有看到兔子的踪迹 易云和青城子几乎是将这整个茶庄都翻了个遍 但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所以两人推断 兔子很可能是跑到外面去了 此时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再去费力去寻找兔子了 只能暂时放弃 先去寻找那些所谓的奇人异事 以兔子的灵性 在这绝魂谷里 找到茶庄 并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一个人和一只兔子 放在一个大森林里面 迷失方向的 肯定不会是动物 而是人了 这其中的奥秘 还有待考证 一行人没有想到的是 刚出茶庄没多久 麻烦便于他们不期而遇 现在他们前面站了四个人 两个熟面孔 是在茶庄里见到的白面书生 和白袍小将 而另两个须发皆白 面色红润 真真的当是鹤发童颜 这四个字 不出意料的话 应该是他们的长辈吧 果然 群众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一上来那几人 便是自爆家门 意外地自上而下 左手的那位长须 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扫了众人一眼说道 老夫乃汝道院八代长老 莫兴 和他紧挨着的 短须的神情冰冷 我是汝道院九代长老 天刚 指着白袍小将也说道 这是我的大徒弟 雷鸣 接着 又指着那个白面书生说道 这是我的小徒弟 雷泽 莫兴瞪了自己的徒儿一眼 见天刚低下头 满意地微微寒手 朝众人望去 一个个上上下下 左左右 又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之后 才说道 敢问我汝道院弟子 与你们有何深仇大恨 你们要如此丧尽天良的屠戮他们 难道之间真的有什么 非得用刀剑才能解决的仇恨不成 那表情不说 是痛心疾首 真是有点对不住大家 众人一听这话 总算是见识到 那传说中的穷酸 俘虏 到底是何等样人 不由的都是各个的满头黑线 一云除外 一云听了这话 微微皱眉 思闯到他人家中 算是什么 非是居心不良 何不通报后再进去 一见面就口出狂言 打打杀杀 难道也是你们儒家的规矩不成 还摆下什么 老什么七星镇 抽去我家公子的生计 差点害我家公子天人武衰 难道这也是你们儒家的作风吗 咄咄逼人 却又让人无法反驳地把话 给对了回来 四个人呢 硬是被噎个半死 那白面书生不服气地嚷嚷 那是你们先出言挑衅 怎么怪我们呢 一云双目远征 虚发皆张地盯着他 我说你们是汝道院新一代弟子 难道是说错了不成 是你自己沉不住气 手痒痒了想动手 皮痒痒了还想挨揍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借口 免得别人说你是无事生非 吃亏了还怪别人 受委屈了便找长辈讨回面子 我站在这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面子是要靠自己正的 不是靠别人给的 没有什么实力 那都是空的 虚的 你师父 你师祖能保得了一时 还能保得了你一世不成 默契和默明实在是受不了他们的口水战了 大秀一挥一阵狂风刮来 刮得人眼都睁不开了 汝道院的四人摆好了应战的姿势 可是等了半天 风停了 哪里还有半个人眼 只听到天边有余音鸟鸟说道 劝你们静修去吧 这绝魂谷乃大势大飞之地 飞是你们能涉足的 莫星看了看自己的徒子徒孙 无力地摇摇头说道 唉 我们走吧 回去静心修炼吧 等你们的翅膀足够硬了 再到外面飞吧 转身前进几步 那人仿佛是一瞬间老了许多 天早已是黑了 那一夜星空之下 两行老泪低垂 路上 木华很不解地问一云 明明我们可以一走了之的 为什么还要在那抹嘴皮子 一云还未搭话 莫名已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徒儿啊 世间有许多事都是很奇妙的 就拿这次事来说 如果你易叔叔不在那多说那几句话 那与儒家道怨的梁子 就算是结下了 而且很可能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有许多事啊 明明是一句话就可以解释 但是大多数人会以为那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不值得解释 但往往就因为那一个小小的误会 而挑起了深仇大恨 所以徒儿啊 你一定要注意 能说的话 一定不要因你的懒惰不去管了 谨言慎行 你只要记住这四个字就是了 当然也要按照这四个字去做 光记住可是不行啊 木华嗷了一声 便是没了下文 继续是埋头赶路 也不知道是在思索师父的话的含义 还是根本把它当成了耳边风 众人相视一眼 怕是前者居多 绝婚谷虽然看起来很小 但是如果以正常情况下的步行速度走的话 恐怕是用个十年八年也是走不完的 更何况这谷里是危机四伏 飞是有经验有实力的 死在里面是没人感到奇怪的 或许有人会想 那直接在上空飞行不就行了吗 现实是残酷的 那绝婚谷的上方的危险程度并不比下边低 尤其是那上面弥漫的瘴气 总是能杀人与无形之中 那瘴气诡异得很 静观是雾 远观是云 但是一碰到 或者是吸入到嘴里 那么 你就可以去阎王那儿报到 那白色的无味的瘴气 可以说是 粘着了就死 碰着了就伤 也有人尝试用法宝 撑起防护罩 在上面飞渡 但后来他悲哀地发现 刚飞上去没多久 他的法宝与他的联系 渐渐地淡了起来 且灵性是越来越弱 好在他足够明智 见机得早 立即是降回了地面 否则 小面怕事啊 就交待在那儿了 命是保住了 但是回地面一看 他的飞溅 已是暗淡无光 变成了一块废铁 而那护身的法宝 也是整整地掉了三个等级 由此可见 那瘴气的腐蚀性 有多大了 请感谢观看